對於今年的這個媒體狀況啊 就是今年我們因為後來就是 等於是後來進行了六年的比賽 然後全部指定用外交部的一個朝朝的頻道 對那外交部其實他也比較要的是影片 我們好不容易就是在過去的幾年 就等於是說把比賽導向那個定下來了 對但是今年其實我們又回到當年 為什麼特別找你們也是原因之一 就是我們回到當年第一年的自由賽制 算是自由式吧 對在這種自由式的狀況之下 然後針對新的題目 對因為雖然那時候設定的是 點閱率一萬就可以入圍 但是我們也不只做那樣子 就是那個我們那個只是一個前導影片 但那個前導影片就是一覺醒來他就爆紅了 然後後來我們又從那個影片 然後再做更多的就是聆聽網友的回應啊 然後去想說我們要再做些什麼 就是例如說有網友竟然就自己寫了吉他譜 然後自己開始cover那首歌曲 然後就開始夜夜很多的傳散 然後我們在因為那個是2月14日 2月的時候發佈的嗎 我記得第一個啊 第一個是2月的時候發佈的 對 就是我們正好 有另外一個影片在情人節的那時候 對白色情人節的時候 就是讓品牌可以自然而然出現在一個完整的 我們就是做了一個MV 把那個原本原本是有一個女友她在廁所唱歌 然後被男友用手機偷錄下來 然後仔細一聽那個歌詞 原來是在講前幾天 因為為了衛生紙到底可不可以丟馬桶 這件事而吵架的這個故事內容 就是歌詞竟然在講這個 對 然後3月14日白色情人節的時候 然後再把它變成一個完整MV的衛生紙練習曲 戀愛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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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我們當時都很年輕 然後 然後最後就是讓春風衛生紙可以 好像是春風衛生紙發現我們 所以贊助我們來做這個衛生紙丟馬桶 推廣這個議題 讓品牌可以自然的這樣進來 嗯 沒錯 我們 然後第二波其實我們還做了那個公民 就是家去做公民論壇 我們其實做超多的 就是我們 我們剛剛有說我們除了Plan A以外還有Plan B 然後因為Plan A就已經成功了 所以我們也想說那我們不要只停在 就是這支影片它已經有超過一萬的view數 然後也有效的媒體報導 我們還想說還可以怎麼樣繼續把這個題目走得更深更遠 對 甚至真的是把這個事情被推廣到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對 然後我們後來也做了就除了在媒體上面 我們甚至自己寫那個Line的罐頭訊息 對 就是推廣給長輩 然後推廣給長輩們傳到Line群組裡面的Line的罐頭訊息 嗯 然後還有剛剛一蓉提到的就是 那時候柯文哲長有辦一些公民咖啡館論壇 然後我們也找了幾個庄角去那個公民咖啡館論壇 然後提議這件事情 對提議說應該來推廣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台北市很多的 應該說全台灣很多的那種房屋管線過載 所以也導致說衛生紙很難被沖下去 所以有時候可能是管線問題 這就需要政府一起來解決 對 而且其實這件事情在市政上面是有說法 也不是有說法啦 就是其實我們已經 我們付了垃圾費 也付了污水的費用 其實衛生紙 就等於如果你衛生紙把它丟在垃圾桶裡面 其實你是浪費了那個我們污水系統的 你付的那個錢 對 其實這本來就不應該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有在那個公民論壇裡面 請我們過去跟市長談論的同事們 然後把這件事情提出來 然後甚至還有在591租屋網上面 就是你可以去詢問房東說 這間房子衛生紙衝得下去嗎 然後來做一個全台的 就是透過租屋組來做一個全台 到底衛生紙可不可以衝下去的一個 很像共筆的地圖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 真的是走火入魔做很多 走火入魔 對 這就是自由賽制的好處 自由賽制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多線發展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後就是可能我們剛好是第一波的 有就起來了 對 可能也許你是在做很多事情當中的第三波 它就是它是你覺得表現最好的 大家最喜歡的 也許你可以以這個為主 再來整理成你自己的 就是整理成提案報告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自由賽制的好處 我們甚至還有出數位單曲 就是在spotify上都還聽得到 意外發片 對 對 就其實是 歌曲是 我們後來發現原來的歌曲 是透過Street Voice平台 可以直接免費上架 是很容易上架 對 所以在spotify上面現在還有那些 對 它要給大家一些介密的話 對 就是可以跳脫這個媒體限制的職位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這個賽制是 我自己啦 我們都參加過兩季 就是一切是自由賽制 一切是影片的那個賽制 崩台灣的 然後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個自由賽制的 因為我覺得 你可以想的東西不局限 然後你可以 你可以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但我自己覺得在最 在最前面思考的時候 可能就是 因為題目太廣了 其實也蠻難想的 所以你可能會 narrow down它 那可能就是 你怎樣有把握去把這些東西執行得 一個好的那個方向去 去把它 去把它局限在某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做法想 或許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對 不然的話實在太廣了 有時候也會覺得 喔好心慌 不知道要做什麼 應該還是要從策略面著手啦 就是先分析一下的現況 然後 然後 剛才他講說 可以更縮線一點 然後也 也許也可以從 你想要對怎樣的TA說話 也許也可以做一個限制 但當時我們是比較沒有限制 就是 一般大眾 甚至 可能各年凌晨 我們都做不同的推廣 所以當時是這樣 對 就有點好看 好看 這就是 好看 我的 好看 我 好看 感谢观看